我工 但是在我们两个就是在职场上工作七八年的一个经验下来 因为我们这一组有大学组合 我们希望给他们另外一个思维就是我们念了孙子兵法 我们觉得他们多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他们的时间青春 所以我希望我坏我们的主别原本想要娶老二 但是觉得有点不雅 所以后来就改成第二组 我希望他们在这个阶段性是可以低调的储备自己的力量 因为决胜部不是看现在 不是在你课堂上的一个表现就可以决定你未来的一个胜算 那我相信孙子兵法如何应用在生活上 你的职场上你的求学上你的人生上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运用呢 从我们开始我们这五个人不同的年级总共有大三大四还有专说的二年级 我们六天前才认识 那我在思考我们在思考说敌我双方的站立 你们可能是两周前认识的 你们可能都是同一个年级或者是顶多两个年级 就只有我们这一组例外 那我要怎么我们要在我们怎么在最短的时间知笔 知己知笔才能百战百胜嘛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我们就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劣势化为优势 所以刚刚各组提到的可能是个案是企业或者是韓军那一个还蛮妙的 那我们这一组提的是个人 那我觉得从个人来讲可能我们比较区分的比较明显是一个是职场 可能工作已经七八年了 那另外一个part是求学的一个阶段 那从他们的个人来看孙子兵法 那就我们开始 大家好 我现在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弱者就是我们都觉得弱者就是没有胜利的机会 就是等于是说每一次都是厉害的或者是强的才会胜利 但是我听一个像先讲的是立足败攻守灵活的这个案例 因为让我想到怎样的状况下就是要进攻 然后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采取防守 像是一卡通它是去年才成立 但是它在南部地区其实是有高雄捷运公司 他们的使用去支持 可是他们的使用范围发卡量种种的 其实真的是不如悠悠卡 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在南部地区的优势 所以不管在所有的交通运聚或者是使用范围 他们都是由高雄 屏东 台南 然后才会渐渐的进攻到北部地区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说一卡通公司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悠悠卡公司的强势 所以会等待机会 像是他们在社福卡的部分就是在发行的时候 他们会像最近发现就是台南的这个市民卡 它是全台湾第一张有这张卡片 就是他们要创造自己的独特跟创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会想到一句就是有余力则功不足则手的这个部分 就是他们虽然又有卡在创造自己的机会 可是一卡通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就是往北部 所以他现在才有在四大超商可以去做使用啊 或者是说可以去做消费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我想到是见尾茶饮洞察秋毫发现真相 这个是我想到我一个之前的一个主管 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领一样的薪水 但是有些人就是一直在加班 但是有些人就是可以准时下班 他们的工作真的有不一样吗 我想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是怎么处理事情的 所以我们那个主管他不会去说 你怎么这么早下班 他会去问我们说 你一个案件你处理了多久 那另外一个案件你处理了多久 那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是刚好电话来了打断你 所以他会请我们一个案件就是数字化 一个案件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处理 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去记录这个 因为我们想到就是因为他偷懒 然后或者是因为他在打赖 所以他处理的时间比较慢 可是事实上我们那个单位发现是因为 那个人很细心的处理了很多事情 然后电话来了也都是他去处理 所以他的案件跟他的处理的速度 效率相对于别人是没有那么好 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偷懒不认真 所以我们那个主管他就是请我们去分析这些案件 就是为了去了解事实的真相 而不是只看到表面那个人一直加班 然后那个一个准时下班 然后第三个 料敌先知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之前的工作 其实我之前是在担任客服人员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处理客数的时候 有一个很毒很毒的客人 他会为了很少很少的钱 要求我们退他这个费用 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机器真的没有问题 是他酸了一个漏洞 就是他觉得说这样子一直打电话来辱我们 我们就会去处理他或者是去退钱给他 而且他很要求我们知道所有事情的来容去骂 那当时候我们第一次就接到这个案件说 其实经常碰壁 因为他会要求主管回电主管回电以外 他会请我们说你知道我之前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要我们去说明他以前所有的发生的情况 那我们那个主管他很好 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说他这个案件他的问语答以外 因为我们会把案件记录下来 请别人去帮我们去做查证 后来我们再去回复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看着那个案件内容去回答就好了 但事实上 比如说是我同事处理的 但后来是我需要回电 我就会去了解这个问题 去听了他所有打电话进来的音档 包含第一通到最后一通 我去听听看这个人的音 他的声音 他是诉求是什么 他是真的只是因为他是理性的呢 还是说他只是为了那个钱 或者是他其实是一个 只是想要述苦 希望我们可以 就是感性的或理性的 那后来我去了解到这个案件 他就是从一开始 他需要我们就列 我都会列一个一条一条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 他几年几分 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的状况是什么 就列一张纸 就是在听的过程中 我是做好准备再去回答他 然后去了解他真正的问题 后来这个客人就会有一段时间 不会再来吵我们 就是所以 我是想要表达的是说 其实案件的困难不在于 这一个民众难不难搞 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去跟他做回应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弱点 他可能就是 你错到他的弱点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去应付他 而不是一再的去跟他 一直回复他 可是是没有效率的 然后第四个收到的宝法 这是我看到一本书 就是他在讲一个日本 一对夫妻 他们创立了一个 就是蔬菜 就是叫卖的一个事业 可是他们没有钱 然后也没有什么 什么豪华的店面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是以同手 同手武器创大业去 就是自己的一个心念这样子 那有一次呢 他们就是发生了他们的店 好不容易有一间自己的店面 结果那次店面呢 去火灾了 那整个都 所有的家 就是家常都没有了 那不过他有一批蔬菜呢 是在火灾之后才来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量 可是别人都没有 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去抹取暴利 而是以最平价的价格去出售 然后讲求信用 那后来这些供应商也都知道 这一个夫妻的一个就是作为 所以他们也用很优惠的价钱 去供应商品给他们 在几年之后 他们还是就是 把原本的这一间店面盖起来了 那后来他的老婆就跟他说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毛钱 或者是增加多少去抹取自己的利益 那他先生就说 我们一开始就是要用最低的价钱 去贩售最好的商品 我们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经营理念 不能半途而废 然后第五个是用兵武师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想到是面包工厂 就是有些像是一般的面包店 他可能就是只是一间很小的工作室 可是有些他们是有中央工厂的 就是他们其实是有规模 然后有自己一套的SOP 这样子的去运作 做自己的面包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度量属深圣 然后圣户条件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请就是另外一个同学 讲魔工片 嗨大家好 我是大学部代表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某工片里面的其中一则 这个用兵施法十则为之五则公之 点点点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 就是当我们的军队有比敌军多了十倍的军力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包围住 那如果只有五倍的话我们就是从前面攻他 那如果只有两倍的话我们就是绕道 就是前后夹攻 那如果我们就是比较 比较一般的话那就只能硬上 那比较少了就赶快逃 那其实他这个是孙子 他根据敌我力量强弱不同来采取不同的战术 那可以带出就是两点 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自知之明 那自知之明他其实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不要以为就是自知之明是一种手 他其实算是一种主动 因为你只要知道自己不足的话 你如果去善用这个不足 也就是说你补强这个不足 然后让他成为你以后的优点的话 其实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 就我举个例说 就是我以前我其实是转学生嘛 然后我之前在那个台北商业大学念会计系 那其实在有一次就是会计师来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是大其实不太用我们就是技术学院的人 他们都就是就他们会看就是国立大学的 然后就算是国立大学可能机械系啊什么 他也是会用先用国立大学机械系这样 那那时候我们就有点吓到啊 然后想说那我们五年来会计系啊不就没出路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群人就是准备了转学校 那后来就是就是很就是顺利的考上那个中央大学期管系 那因为就是有自知之明是因为我对会计方面只是普通 但是我比较喜欢和人家说话啊什么的 就是对然后因为企业管理是会比较需要外向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择不要继续念会计系然后念气管的原因 对那因为像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有自知之明就是可以比较就是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或是自己的梦想因为因为其实像我们这几个好朋友其实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当我英文不好但是想要出去交换的时候就会选择就是好好念英文啊 然后就是念多义什么的那但是然后之后我们就是这几个人就是有顺利的往自己未来的路走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特质 那其实呢就是如果不知道自知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话就是很容易就是会自负啊或是自卑 因为像是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哦我T大毕业了那你凭什么来教我或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呃什么天大地大叉叉大那就不代表说自己自己就很厉害吧 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那这样的人就是其实很容易疏忽就是很容易做错决策 因为听不进别人跟你的就是建议的话就是很容易走错步 那其实那如果你如果错误决策的话那就会蛮像失败意图嘛 那其实失败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事我们就是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像因为像因为像我就是老师我我修老师的统计修了第三次吧 然后对就是然后微积分也修了四次就是连连以前五专修过的来算的话 那其实其实我我没有我没有在怕失败的所以因为喜欢老师就是上课非常的 就是非常观念上的清楚所以想再多听其次没有啦 就是因为老师真的教的很好啦如果大家要旁听统计的话就是因为不用害怕失败因为反正你都已经产胜了嘛 那你就只好去接受自己现在的状况 那其实我修我那时候武装的时候修过一次微积分其实我完全不懂微积分在干嘛 我就是完全就背超普提 然后就过了 然后但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哎呦没办法这样啰 就是题目超火 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就是很惨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听那些观念 因为其实观念其实不难就是难得在于你自己的念书的态度 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接纳一个你不擅长的科目 所以我第三次修微积分的时候就是还蛮厉害的啊可以教别人 你们如果有微积分问题可以问我 那对那那就是 因为我很敬佩的一位企业家叫做许文龙先生 他在他的自传也说就是其实不用害怕失败 因为失败就是顶多就是归零而已嘛 我们人一出生也是从零开始啊 那你如果不小心失败的话 你大不了就是从零爬起 但是你因为这件错误的决定 照而让你之后再做决策 有一些就是比较多的考量是你之前没有的 那当你就是从从零 再从零开始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会更快 而且搞不好会爬的 比之前没有失败过的更高 对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 就是这有两方面 一种是就是有些人就是 可以包容不同意见的人 就是你 他不会他不会往往是一个就是很强势的 说他觉得怎样就怎样 他就是常常是一个幕僚的角色 但是他就是其实内心有很多分析了 然后他就是他不会轻易的先第一声就先出声 他会从就是分析一下现在的局势或是什么 然后再慢慢的把意见带出来 这样 那其实 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 是一个保护或是比较好 因为如果像现在如果风向撤错的话 很容易出事 对 那喜怒不形于色的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看法 所以就不太容易被别人抓到把柄在哪 所以他如果就是他如果跟你是敌人的话 他想要观察你的弱点在哪 其实他是不容易看见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有先有在工作了嘛 那其实小的就在就有听过说在职场时就是不要就是要喜怒不喜怒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上司很恩 或是这个工作很恩的时候 你不可以就是跟你的同事抱怨啊什么的 因为很容易就是会被你不想要被看被听到的人听到 然后或是就是就是常常就是有人就是会在你旁边说 啊我真的好累我要辞职什么什么的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随之起舞 要不然就是你如果可能真的出声音了 但是他还是留在那个公司 就其实他其实是他的轨道 对 那接下来是Q&A的部分 有人有问题吗 快点人家可以接 可以 喜怒不形于色 你也觉得问问问题 我刚刚想知道的就是说那个八百半的那个修道保华 好那天 他为什么在蔬菜的时候在暴涨的时候 他要用平价去供应 用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个最低的价 通常要高品质跟价格在他们有没有抵触 第二个 市场的工具法的他应该是由市场工业去决定价格 但我不想要八百半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其实他们夫妻就是以评价 就是他们一开始创立的时候 他们就是希望说是以评价的方式 去出手 对他们要贯彻他们原本 就是原本的一个信念 就是他们的信誉 他们不想要因为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没有这些蔬菜的时候 他因此而去调整他的价格 那后来如果是因为这样他就失去他的诚信 这是他们的理念 那他们夫妻强调的就是这个 所以不合私信于人 很像那个乔家 乔桂发 这个要强调性 赚钱也要强调性 不赚钱也要强调性 你会知道这个朴桂后的 就越古老的人 他越强调的概念 那越现代人的话 这个概念越淡老 所以现在谈这个概念就变得很稀有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没有啊 因为我今天 我今天很难以想象 他背后他的思维方式 对 他在想的时候 后来人家成功了 那因为 因为这种理念呢 要发挥出来的话 在市场上都变成一种道合力量 他会形成一种气场 这不可小看哦 这力量很大了 现在你比较不懂这个道理了 各位同学那个修道保法 形篇 第四篇 修道而保法 你想要 你想要被人家 角逐中原 逐鹿沙场 谈胜谈败 那从两边开始 修道而保法 好好猜一猜这几个字 这样你才有可能去跟人家谈什么叫先胜而后求战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 因为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们这个行篇里头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一开始讲 习之善政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讲到后面来的话 他进一步强调了 不是先为不可胜而已哦 以待敌之可胜 他根本就是先胜 胜 胜兵先胜 而后求战 拜兵呢 是先胜而后求胜 你看这句话的强度 就胜过刚刚那句话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他这个常态 可是呢 先胜后求战 他变成一个新常态 各位同学 先胜后求战这句话 如果用在你们最关心的战场上面 对于你的生命 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行为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战场 对不对 所谓的战场就是你非常在乎 因为它影响到你的职场 影响到你能不能找到好工作 影响到你的成绩 影响到你未来 在这些你非常非常关键的 你非常在乎的这个战役里头 如果你现在读了孙子兵法 就这么一句话 你记在南华里头了 先胜后求战 结果会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有没有谁 讲一下 你们今天交的新的报告都交了吧 有没有同学 用这句话去发挥的 有人举手 看一下 一个 还有吗 先胜后求战 OK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句话会改变人的 有谁读兵法读到现在快两个月了 请问一下别人是什么样的改变人的 先胜后求战 这不是只是一个知识 他是一个智慧 做任何事 先胜 再打 不赢不打 不赢不打 我们都说觉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是没有错 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可是这是一种说法 那个力道呢 就远屈于这句话 赢了再打 就是先求胜 这句话不知道 这各位有什么影响 孙子兵法 有没有评论 有没有顶对 整个孙子兵法的书 你如果细细上一看的话 你多看几次 然后你把一些关键的字句把它给背起来 经常在脑海里头去反诀 去反思的话 你会就咬出一些味道出来 你慢慢发觉 根本是在谈心理 在谈降者应有的心理 降应有的心理是什么 降者应有的心理是对任何事 只要有竞争的事 他一定要先求胜 然后呢 不省于设是所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你要胜 你要胜的话 不可以轻易步入你想要赞的意图 对不对 你如果随便让他知道你想赞的意图的话 人家就知道房主力 你要赢就不难就不好 对不对 所以呢 先求胜 先胜了以后 再来求赞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你们日后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你们知道会有大三大四的同学 你现在要找工作 对找工作来讲 用先胜后求赞这句话 来导理你自己 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于你的心理 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素质 的一个提升 心理素质有什么提升 你最后点得来一下 好 你过敏我 好 这个是 这个声你其洋 其洋 其洋 行的洋 你其洋 empty洋 可能因為可能在不確定的情況中 會比較容易就是 覺得心態有不同 就是說 有時候你可能面對一種 比你 例如說在面試的時候 比你強人對什麼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就是 就是準備差不多就去 那也不知道繼續什麼 可是 如果換一個角度一次好多 我認為是 就是用現在的角度去想 可能是好 例如說在準備時期 或者什麼的 應徵和面試的時候 可能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階段性的運動 就是說 我先設定說 我現在達到哪一個程度 說我現在跟他是 什麼樣的程度 我的基本條件 交過去的是 書面上的實驗頁傳是一樣的 然後再想說 接下來我可以做哪些 一段一段去準備 那這樣可能 最後 在爭取這個機會之後的 勝利就是會提到 原本的一段的想法 好 其實我要追尋一個答案 你用先勝而後戰 的心態去面對你的決策 跟你用先戰而後求勝 這樣的心態 去面對你的一個決策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 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你的決策 你的決策 會不會不一樣 採取的行動 會不會不一樣 你的方法 會不會不一樣 所以這一句話 就會對我們戰爭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然後先為不可勝 一代第一次可勝 這一句話 又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 修道保法 誰在講修道保法 誰在講修道保法 誰在講攻擊攻擊 摧毀敵人 攻擊是最好的防守 誰在講修道保法 誰在講先防守 先為不可勝 一代第一次可勝 對這本書啊 它被譽為奇書 很奇怪的書 這是奇書 千古的奇書 你只去領悅 好像從來沒有它以外的人 在講這樣的概念 可是它講得好不好呢 講得有沒有道理呢 你如果能夠嘗試 從這個幾個角度去看修道保法 說不定你就會發覺 那裡頭的味道出來 你就會喜歡它 我剛剛所講的 不知道對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樣子要先求勝 那如何求勝 然後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正希望告訴你的 孫子平凡不告訴你好 它告訴你philosophy 它告訴你attitude 那這一點呢 precision process 那是我們每個人 按照你的敵人 按照你的戰場 不懂 像你在金農業服務 你要求勝 它沒有告訴你 你要怎麼勝啊 它哪裏根本書 寶十三篇 一千多的字 它也有辦法 但是說沒有金農業 對吧 那金農業讀這個東西 得不到啟發 no 它對任何理由來深附啟發 是這個概念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何先求勝 就是告訴你 你就是要勝 你的philosophy應該是先勝 然後來接這個case 對很有味道 你突然間另外一個空間裡頭的思維 另外一個空間裡頭的思維 另外一個空間裡頭的東西被釋放出來的 一般人 我們太多一般人都是 先站 先站在那裡 先把這個顧客 先把他給 想到 先來徵求這五顧客 老師 你剛剛講說 你剛剛講解釋 我在進市場之前 我是寫在17人 那時候我比較處理是 追逐這個 追逐一個主管位置 那時候我可能想到 就是拜兵 現在和後求證 我求證好的時候 我還念研究所 只是為了要跟其他一定是研究所的 脾氣民族來振出好問題 但是當我在想說 我念完研究所 我可能已經是聖兵 先聖 然後求戰 我那時候求戰 我就可以去做了 我就可以去跟這些脾氣民族人來說 我可以開始去除非幹部 宗旨 講師之類的 可是我是想說 我原本也 原先是 追逐的第一名 或是追逐的林先生 那 後來我先考上拜兵書 然後再當商人 在那裡也做錯了 我就發現我可以開始這樣做的事情 比如說 我覺得 心態上會比較輕鬆 然後也比較 在工作之上也會進行 是 謝謝您這個 很好地分享 你們要常常去想 如果我的態度是先勝 後求戰的話 跟過去一般大家所習慣採取的先戰 後求戰 你好好分享 你猜一猜這個概念 然後你想想看 如果你用這兩個態度 會不會到底造成什麼樣的一個不一樣 這樣你就會覺得這本書太有價值了 它是被稱為千古奇俗 就在這個面子 我先勝 先勝 後求戰 請問有什麼優勢 或許我們應該採用這個點 請問 先勝 後求戰 勝或先戰 後求勝 勝在哪裡 heraus Stephen would know 喔 最後的人都想進去 好 最後的人都想進去 OK 還有沒有 來 不是 錯 我只是說不太 誠一簡 但我想到其實還滿多政治的 合作的意思的手段 是 不管是北一島世界逾 capac 或是學運 August 未來就是當時學運 可以 Have a gotten much better 你是不是太陽化在那裡 對 太陽化在那裡 超會的 不過看起來 我覺得他們是有這個意義的 但是他們現在在做的 我覺得他們都是 塑造他們的名稱出來的 那塑造他們的名稱出來的 他們之後他們要再來 真的參加政治 就是踏入政治的這塊意義 不管是要選議員 或者是選服的首長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他們的一個做法 可以 可以 每個人體驗不一樣 我現在只是強調 你對這裡頭 你去體會 會不會 make big impact on you 會不會有什麼 impact 你也覺得你覺得怎樣 先勝而後負責 而不是先勝而後負責 會對你的工作 會對你持壓發展 有沒有造成什麼衝擊沒有 有沒有感覺心態的不同 有沒有感覺心態的不同 你要先感受 這不一樣耶 心態完全不一樣 心態的素質不一樣 quality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開始改變你自己的行為了 讀書的必要是這樣讀的 案例只能給你一個門 給你一個扇窗 可是那裡頭的塔帽子 你必須要靜下來去思考 那為什麼 拜兵是先戰 聖兵是先勝 為什麼 你一定要先解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說服你自己 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我有期待看到各位 能夠在這個程度上 突破他 你了解 為什麼他強調先勝 都不是像我們一般的先戰 如果你哪一天開始開竅的話 我要先勝 我任何事情都先勝 你會開始發覺你就不一樣 你會跟以前認定 不一樣在哪 就你不要這樣念 不貪多 就那一句話 凶到老老老 人家都說 我要開始要有資金 要招命買馬 我要開始在裡面佈局 我要有策略 要什麼方法 要什麼技術 他不談多東西 他要談多 修到老老 什麼意思要修到老老 你體會到多少 應用在你自己的生命上 當然什麼衝擊沒有 有什麼改變沒有 心理素質有什麼 有什麼改變沒有 你會開始 欸 對啊 這個角度從來都沒想過 你慢慢就會發覺 成功的人都是這樣子的 成功者都是這樣子的 那一般的話說 不要怕失敗 如果你體育者到這個道理以後 不要怕失敗這種話 變成是路邊的話 不是一個座標的話 不要怕失敗 這不是Keyword Keyword Keyword是 賢 聖 偶爾 這樣 你要開始起一些疑情 奇怪呢 我怎麼以前沒有想過這個東西 我怎麼以前沒有想過這個東西 你一開始覺得 欸 孫子講的話很有味道欸 你慢慢去阻絕他 你慢慢發現 味道出來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就有開始連結起來 就跟第三篇的都會連結起來 然後你的氣勢跟情勢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我舉一個正前的問題來講 你說你們要爭一個位結 然後你們有很多競爭者 可是你們競爭者之間一直也跟著 都不一樣 我想證照你們 過年等等 或是同學經歷你的 你就可以把這些線寫出來 然後你們爭先要提到 我們主管要提一聲 那個名單之後 別人就會知道 其實他的經歷什麼等等 各項都不如你 不再去生 是 這 這是我們這個同學叫什麼 嘴双瑜伽 他的體會 你的體會是什麼 他的體會是他心裡頭 就發出來的 屬於他內心裡頭的一種 管造反省以後所得到的心得 你的心得是什麼 先勝 你是不是都是先勝和後球戰呢 那如果你福音孫子這句話的話 會對你產生什麼樣的改變呢 沒樂就要成功不是嗎 那個味道 為什麼 為什麼張宗某或是郭台 給大家經常耳朵 能想精進樂道的那些成功者 孫正義 日本的軟體銀行那個投資 那個創辦者 發覺他們跟他們的思維不太一樣 他們的思維 簡單來講 先勝了後球戰 有沒有不一樣 也會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還是就是 好像 好像會成功的 打鬥出來的 在江湖裡頭闖蕩出來的 在殺產裡頭殺出來的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先這樣做球戰 後來 慢慢的 在各個領域以後 他們開始展露頭角以後 他們開始 他們講不出這種話出來 孫子講出來了 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 是什麼 懂了嗎 懂了嗎 所以老師現在 不是在告訴你這句話 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在激發你 味道 把你自己心裡的那個味道 去把他找出來 那個就是你的 其他的 像我那邊講來講去 誰都講來講去 你在那邊聽 對不起 那都是別人的 我們要找回自己的 這句話給我什麼感覺 知道嗎 先勝 你一定要懷疑啊 還沒有打我怎麼知道 我勝了呢 這句話是如何處 未在如何之先勝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句話是不是關鍵處 凡是能夠 啟發人們的疑情的 就會開始想要 坐下來 好好去想這個清楚的 那種話 就是入口處 沒有打怎麼知道贏了呢 沒有打怎麼知道贏了 各位同學 別回答我 沒有打你怎麼知道贏了 放一火 沒打的前提怎麼比較贏 隨便講 隨便講 沒有標準答案 還沒打的前提就比較贏了 快啊 各位齁 長踢球的就知道了 沒有打之前你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對這場 我很有把握回地方贏 哇 信心十足 對不對 可是碰到有些對手 還沒打之前就在火 這場勝算不大 有一些對手 沒打的前提就知道贏了 為什麼沒有打的前提就知道贏了 說這句話 是啊 是一般的 但是我請求的是 是先做準備 是先做準備 你就慢慢發覺要先做準備 你就慢慢發覺決勝點 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那些點 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那些點 對不對 你發覺決勝點 不是我們一般所認識的那種點 那決勝點在哪裡呢 你看 所以味道書出來了 決勝點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為的那些點 那點在哪裡啊 點在哪裡 我覺得是就是了解決勝的地方 然後去做什麼 他就馬上去做準備 然後入戲 所以你會 還沒有打之前你就會先去了解 這場戰役的決勝點在哪裡 你會開始 往利外方前來摸索 你是做一些一般人不會做的事 你會變Smart 會變跳 知道嗎 這讀書指定法會變跳 你看這個人喜歡跟我們一樣 很寬 你懂意思嗎 讀孫子對話還是這樣子 看很多的案例讀了200一堆書 不如你一句話 掺進去突然間發覺 原來孫子在講這個概念 所以我記得我上回第一兩次跟你們上課的時候講 李嘉誠為什麼講 他花90%時間思考失敗 很多人一開始聽到 如果這樣的話 有一個學生幾年前說 那如果這樣 我們老闆早就把他敗掉 他當業務了 我還沒有做之前 我就先想到失敗 那我老闆早就把他敗掉 然後我說 那你再思考 思考成功啊 是不是 那思考失敗跟思考成功 有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到哪裡 說一句的人聽聽看 思考成功是單向 思考失敗是全面 因為成功的話就是 就是通常是只有一個點 但是你只要在這個點之外 地方你不會失敗 所以你去思考 怎樣才會失敗的話 這是非常全面的思考 他有想過 各位 你有想過嗎 你都是思考什麼 你問自己 你都是思考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句話也是很好的入口處理 說字兵的話 整個的處理都好多 讀起來 好像輕易就放過去 可是如果你靜下進來 好好去殘舊他 你突然會發現其他的 然後你可以改給你自己 所以我希望 穿完這東西以後 看看能不能夠 改變一下自己 那這東西就好在哪裡 是